由于今年的农历新年落在1月份 因此中国海关今天公布了1月跟2月合并的贸易数据 以消除农历新年期间变化造成的扭曲 那么该如何解读内地今年前两个月的外贸数据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 国泰军安国际首席经营学家周浩贤 周浅你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们刚刚看到了 就是海关总署公布了今年前两个月以美元计价的话 我们看到出口呢 按年在下跌6.8% 虽然好过市场的预期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人民币计价的话 则是出现轻微增长0.9% 那么按照海关总署的这个说法的话 他认为其实踏入2月份以后 我们看到进出口总体的趋势已经向好 特别是在2月下旬间录得显著的这个增长 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说 中国的这个出口形势不如外界早前预期的这么悲观 我觉得总体来言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强于预期 当然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话 这个预期呢给的也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说从总体而言的话 它的整个的出口的弱势呢还是会持续 那么某种程度上的好预期呢 可能也是跟近期的整个欧美国家的经济形势的转好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 那么总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出口今年上半年还是会大概就会是一个保持相对比较负增长的一个状况 有机会到下半年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抬升 但是短期而言的话 我觉得出口应该不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 因为即使是略微的好预期 它还是处在一个人民币的正的小的正增长 和这个美元的相对比较这个中位数的一个负增长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我觉得出口的目前处于一定程度的弱势 应该会保持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整个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外围的一个局势 现在是相对的比较复杂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局面 是 那么相较于这个出口的部分 我们看到前两个月的进口部分 在出现超预期的下滑 你觉得造成这个超预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相信有一方面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价格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 比如说像大豆 比如说像铁矿石 如果按量来算的话 同比而增长的 但是按量价同时算的话 它其实是下跌的 总的来说是因为价格下滑的幅度更大一些 导致目前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看进口本身的话 我们会发现进口的表现比出口表现会更差一些 那么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价格的因素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整体的 我们可能国内的一个需求 在前两个月恢复 还是需要进一步有一个台升的一个空间 和台升的一个潜力 那么加总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贸易顺差是有明显的一个扩大 所以对经济的拖累应该不是特别的明显 可能对经济反而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正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从贸易这一端来看的话 开年的表现只能说是比较差强人意 不能说特别的好也不能说特别的差 总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 整个出口或者说进口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整体的一个开局 其实是表现的很难讲特别的好 但是也不能说特别的差 这是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 是 那么出口的皮肉也让市场格外关注 就是中国内需的这个复原 会不会额外出现一些波折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特别提出要把这个扩大 还有恢复消费摆在优先的位置 而且明确提出要稳定大众消费 那么你预计在提振消费部分 宏观政策会如何配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整体因为外围的整体的经济 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下滑 所以对贸易的一个期待本身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把整个的一个大的重心 是放在内需这一端 那我觉得内需其实是几个方面的一个着力点 第一个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 对于收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 我们其实近期可以看到 国内的消费表现得还是不错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大中城市的拥堵的程度 包括这个地铁的客户量 保值得也还是不错 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看的话 内需还是有一个坚强的一个抓手的存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的重要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底而言的话 房地产对于金融系统的稳定还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今天我们从住建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也可以读出相关的一些线索 所以我觉得内需一方面是消费 另外一方面其实是跟普罗大众 每个人都非常这个 其实很有关系的这个房地产这一端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稳定这个房地产市场降低金融风险 其实是重中之重的 那么第三点而言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内需包括整个经济起来的话 其实对外贸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促进 因为我们的外贸不仅是出口也有进口这一端 那么进口起来了 其实出口也不会太差 因为中国毕竟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之一 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统上讲的所谓的三驾马车 我今天可能会稍微改一改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 会非常关注消费地产和出口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三个因素 对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一个提振 我觉得这三方面是非常的关键 同时从思绪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消费地产出口 间次的或者说间续的 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在2023年 也一个强势的一个复苏的表现 好的非常谢谢周恩 就我们今天在残月里话题做的本期表现 我不会失败地产出口